我们一起跟随转播镜头进入到乌斯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来观看这场比赛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越南的运动员石金骏 这个重量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在这一组当中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对手 但是在这组当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报名成绩仅次于李发宾的图克曼斯坦运动员米尔扎耶夫 因为之前米尔扎耶夫参赛的记录并不多 而且在此前参加比赛的时候 报名成绩是比较低的 今天突然报名成绩提升到了300公斤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运动员 石金骏是94年出生的运动员 过往抓取最好成绩136公斤 接下来上场的日本运动员斯树杨一 斯树杨一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 即将年满30周岁 1991年的运动员 开靶也非常轻松地完成 一百二十五公斤的开靶重量 从沙南亚自从沙南亚里的 最后的几十五公斤的运动员 从沙南亚里的运动员 从沙南亚里的几十五公斤的运动员 萨利姆在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只拿到了第14名 过去的总成绩最好成绩是277公斤 但是今天他的报名成绩也达到了290公斤 就说明了最近这段时间 他的整个训练状态是不错的 开把重量125 就已经超过了他在19年世锦赛上的抓紧成绩 123 这是他过往的最好成绩 非常轻松地完成了 看来过去这段时间 训练非常有成效 我们的数量一端 这段时间很快就打算了 车 约翰 运动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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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中国台北运动员高展宏 高展宏此前呢 在级别调整之前 征战男子62公斤级 在 调整到61公斤级之后 19年样锦赛拿到第八名 19年的市锦赛第九 在天津世界杯的时候呢 登上过领奖台 抓取最好成绩126 开拔也是要到了125公斤 从这组整体情况来看 不光我们的李发斌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和提升 同组的其他对手呢 实力也有所提升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距离李发斌抓取的 世界纪录145公斤呢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从中国台北的第二次攻击 Cao Chan-Hung 从中国台北的第二次攻击 Cao Chan-Hung 从中国台北的第二次攻击 Cao Chan-Hung 非常值得关注啊 因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他一直征战的是男子55公斤级 看把重量127公斤 没有起来 杠铃带的高度不够 伊格尔孙呢 参加了在20年进行的国际团结锦标赛 在这次比赛当中 他的成绩一下涨到了 抓取130 停取156 总成绩286 要知道 在19年世锦赛的时候 他成绩只有266 也就是说 从19年到20年 这段时间之内 他的成绩是涨了20公斤 这个涨幅还是非常大的 但今天呢 开把没有起来 会对他抓取的整个成绩 也产生影响 127这个重量应该不会动 将来他要面临连续试举 在剧中赛场上 男子的年轻运动员 他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伊格尔孙的就在 阿萨克斯团整个 举重队的教练团队指导之下 慢慢地提升着自己的成绩 而且提升的速度非常快 延续试举127 好的 没问题 重量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但也有段时间没有参加大赛了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 一上来之后 对整个比赛的氛围 需要新的视野 石金骏的国际比赛 征战经验非常丰富了 他从2009年开始征战国际赛场 虽然是94年度运动员 年龄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经验非常丰富 也参加过16年的 旅游奥运会 男子56公斤级的比赛 在停举当中砸锅了 如果今天正常发挥的话 他是很有希望 去净赌领奖台的 不错 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 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 有一盏红灯 曾经的越南举重希望之星 128公斤 阿尔沙利姆 沙利姆 今天的第一局 开把就已经超越了 过往个人最好成绩 接下来就不断向着 新的高峰迈进 把训练当中 已经达到的成绩 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 这才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闭环的过程 可惜啊 腰有点松了 最后支撑的时候 杠铃的位置还可以 支撑的时候出现了 杠铃的重心没有控制住 杠铃的重心没有控制住 下蹲的很低 如果不调整自己的重量的话 那么沙利姆要面临连续失举了 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大的考验 杠铃应该是调整了自己 最后一把试举的重量 这样一来的话 就让中国台北运动员高展宏 先上来试举 高展宏过去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 19年亚锦赛上创造的126公斤 第二把如果成功的话 就会把自己的个人 抓举最好成绩提升3公斤 可惜 杠铃没有带到位 整个杠铃的重心都在前面 129 如果起来的话 你最好成绩要提升了3公斤 没有起来可惜 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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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拉伯运动员 第三把129公斤 比上一把加了一公斤的重量 很遗憾 虽然说今天开把成功了 但是接下来的两次试剧 都是杠领没有带到位 这个重量在平常的训练当中 肯定是已经在能力范围之内了 比赛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 自己也感觉很遗憾 高展红第三把仍然是129公斤 好的 整个动作很流畅 一气呵成 抓取的成绩定格在129公斤 以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三公斤 这次就是纪念在哪里 就是纪念在哪里 提升了三公斤一种 真正 接下来出场的是 土库曼斯坦运动员米尔扎耶夫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运动员 他的报名成绩比李发斌要低 开把重量130公斤 因为他之前参加比赛的次数比较少 所以算是一位相对而言对于我们比较神秘的运动员 开把没有起来 日本名叫四手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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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铃还是没有带到位 四手洋衣参加过16年的里游奥运会 当时在男子62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拿到了第四名 在他的巅峰时期停举能够举起169公斤的重量 现在也已经过了自己去巅峰的状态 第二把继续试取130公斤 第二把继续试取130公斤 这把成了 这个重量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一局也直接评论过往过人的最好成绩 尼尔扎耶夫呢 在他为数不多的参赛资料当中 19年亚锦赛首次参加男子61公斤级比赛的成绩呢 总成绩只有265公斤 结果到了20年的国际团结锦标赛 总成绩就已经提升到了280公斤 这是在国际举联认证赛事当中拿出的成绩 所以说从19年的亚锦赛到20年的国际团结锦标赛 成绩提升了15公斤 提升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四数洋一 老将还是完成了130这个重量 19年世锦赛的时候他曾经是抓起过135公斤 日本举重队非常积极地在备战本土的奥运会 但是在参赛的阵容当中 很多都是之前参加过两届甚至三届 最少是参加过一届奥运会的一些老将 他们可能已经过了自己最巅峰的运动状态 再加上奥运会的延期 对于这些老将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石金俊 前两把都非常轻松地完成了 第三把加到了131 如果是131的话 今天要想竞竹领奖台就有难度了 看来石金俊这次比赛并不在个人的最好状态 19年世锦赛的时候还能举起136 这次比赛131 没有能够举起来 阿萨克斯坦的小将英格尔孙 第三次比赛132 第三次比赛132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了 不错 非常漂亮地完成了 132公斤 把自己在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又提升了两斤 他还在持续地进步着 他还在持续地进步着 来看土工马斯坦的米尔扎耶夫 最后一把加重的幅度并不大 加了三公斤 133 当然如果这把起来的话也将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这把起来的话 成功了 这是今天刚刚完成女子55公斤级比赛的 土格曼斯坦运动员 事儿没拖啊 到现场来为队友助威 这样一来的话就只剩下李发斌还没有出场 李发斌呢 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 145公斤 好 李发斌出场了 138只要这个重量起来的话 李发斌就有机会去冲一冲145这个重量 要提高成功率 漂亮 非常的漂亮 成功完成了开把的重量 开把成功率一直都是中国举重队非常注重的环节 没有任何问题 李发斌也凭借这一局呢 一下子就锁定了抓举的金牌 第二把直接要到了142 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冲一冲145这个世界纪录 李发宾从19年亚锦赛开始 他整个人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而且持续的在上升 似乎他的状态并没有受到奥运会延期的影响 反而是有助于他良好状态的延续和一路走高 我看一下今天第二把试剧142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个级别虽然说目前的世界纪录 抓紧世界纪录是李发宾创造的145公斤 是19年泰国巴蒂亚市锦赛上创造的 但是呢在20年10月份在浙江开化进行的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上 这个级别比赛当中 海南的小将何月姬 当时抓举是一下抓起了146公斤的成绩 超越了这个世界纪录 但是呢我们国内的全国锦标赛并不是国际举连认证的赛事 所以这个成绩呢不会被记录到世界纪录当中 这样一来的话第三把可能还会维持目前这个重量 李发宾创造来自于福建泉州 在这个级别上李发宾他目前的水平和状态是领先世界的 中国男队的副主教练邵邵国强 一直在给李发宾加油补劲 要保证成功率 没有问题 在奥运会之前为数不多的大赛当中啊 能够保证成功率 就会给运动员的心理带来很大的信心增强 这种李发宾抓局比赛呢三把成功两把 成绩定格在142公斤 一发兵自己也说第二把有点浪费了 因为如果第二把能起来的话第三把 我们真的可以期待见证世界纪录的诞生啊 新世界纪录的诞生 举重比赛就是这样一共三把 一旦有一把失利的话都会对整个的 比赛计划产生影响 所以在中交运会的备战过程当中 中国举重队一直就强调成功率 只有保证了成功率才有可能不断地提升自己 这样的话抓局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李发宾非常轻松地拿下了抓局的金牌 凭借开把的一举就拿下了抓局的金牌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关注61公斤级停举的比赛 成功 随后第二次试举142没有成功 他自己也感觉很遗憾 随后第三把仍然是挑战142公斤这个重量 成功的崛起 对于李发宾来说 如果能够在奥运赛场上完成142公斤 或者更高的这个重量 其实就能够战胜大部分对手 说到这个级别呢 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回溯到2020年10月份 在浙江开化进行的全国锦标赛 当时在这个级别上 李发宾肯定是最热门的运动员 但是没想到杀出一匹黑马 就是海南的小将何月基 在抓局比赛当中呢 他是成功地打破了李发宾 应该说是超越了李发宾保持的 145公斤的世界纪录 但是由于呢 当时我们的全国锦标赛 并不是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 所以这个146的成绩 不能进入到世界纪录当中 但是何月基也入选了 中国青年国家举重队 期待他在未来有更好的表现 而在停举过程当中呢 目前的世界纪录 是伊拉万保持的174公斤 但是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李发宾曾经是超越了这个世界纪录 达到了175公斤的停举成绩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的全国锦标赛 无法记录到这个世界纪录当中 所以李发宾呢 他的实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纪录 但是在当时没有被记录在内 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对这个接下来的停举比赛 就非常期待了 这个级别的总成绩 世界纪录是李发宾保持的318公斤 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 这个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好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就进入到接下来的停举比赛当中 刚才为大家做了介绍 这个级别的目前三项世界纪录很有意思 抓举的世界纪录 李发宾保持的145公斤 19年市里赛创造 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比这个重量 比李发宾举起的这个重量 更重的运动员就是和月姬146 而伊拉万呢 目前保持的174这个停举的世界纪录 李发宾也曾经已经超越过了 所以看看李发宾在今天的停举比赛当中 有没有可能 把175这个重量书写到世界纪录上 刷新一下这个世界纪录 说到这里呢 就不得不提伊拉万呢 这次没有来参加比赛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级别最重要的对手 他没来参赛呢 我们又少了一次 去摸抵对手的重要机会 四十两一 完成了150公斤的停举开靶 这个成绩与他164的停举 个人最好成绩差距还是很大的 日本队的运动员呢 也是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所以这次比赛 明显感觉到 多数运动员啊 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在这一组当中呢 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 能够接近理发宾的就只有镜头上刚才出现的运动员石金骏 他过去停起过169公斤 四十两一曾经达到过164 其他的运动员都没有到过160的个人最好成绩 赌口马斯坦的迷尔扎耶夫 不错 叶扎耶夫也是凭借开靶第一局 就评论过往停举最好成绩 20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上 停举停起了150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 这局已经平了 接下来就要向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 石金骏 石金骏今天在抓举当中呢 跟自己的最好成绩还是有差距 停举今天开靶也开得比较低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啊 有些运动员呢 在这次比赛当中啊 可能有保留自己实力的想法 但是作为奥运会之前 在疫情影响下为数不多的大赛机会啊 中国举重队是 把这次比赛当个 哎呦危险危险 右脚打滑了 不然的话这一局大概率能成功的 右脚没有蹬住啊 中国举重队呢 是把这次比赛当成 东交业会的一次重要的模拟 包括从整个 路途当中的防疫工作 以及到达之后的各项防疫工作 都是按照 最高标准来执行 他有两分钟 看看停举比赛能不能继续良好地发挥 过去个人停举最好成绩156公斤 开把是152 开把是153公斤 没问题 干净利索地完成了这个重量 这样今天在停举当中又有机会去冲自己的最好成绩 石金俊加了一公斤 上一把就全当成功了 将军员也是为了给他赢得更多休整的时间 连续两次事举失败 这样的话第三把事举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在16年的旅游运会上 当时石金俊参加的是男子56公斤级的比赛 抓取成绩是130 停举当时就砸锅了 但是在19年的亚锦赛上拿到第四 19年世锦赛拿到第四 19年亚锦赛拿到第五 所以他还是一位很有冲击奖牌实力的运动员 但是这次比赛明显不在状态 腿部的肌肉应该是有点发紧 在举重比赛当中的男运动员每一次的视举消耗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连续视举的时候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李发斌心情非常的放松啊 对着摄像机在比手势 在这个级别呢 只派李发斌参赛 也体现了中国男队对李发斌的信心十足啊 敌bras 僕人也脉搣了 我都没死从头上 我都要求能力 我都要求是 我都要求呢 我都要求你了 你咁回你呢 我都要求你了 elderly都是 没有了 这次比赛当中 到目前为止 印象当中 石金俊是第一个在 停举比赛当中砸锅的运动员 没有成绩 三把尸举全部失败 而且152这个重量 跟他在19年 东亚运动会上 举起的169个人最好成绩 差得非常远 差了17公斤 再次说明了 他目前的状态确实不理想 尼尔扎耶夫 第二把只加重了3公斤 但如果这把能够起来的话呢 他就能够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你站在一起 再说明没交往 通关系 合作者 我规判 你赶了 你拼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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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准了 你拼准了 脱卫力 感觉 上送的过程有点着急了 干领好像还没有完全调好 我们就着急去上送 上送的高度明显是不够的 savion 除非 从约尔扎耶夫 卸自己护具的动作 看上去他似乎是因为受伤 要退赛了 刚才那一局也感觉 他整个的右侧 特别是右腿 不太敢发力 好 没有啊 米尔扎耶夫并没有退赛 而是休息调整之后啊 继续进行比赛 还是153公斤的重量 还是153公斤的重量 看他再次挑战这个重量 右腿应该确实有伤啊 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呢 右腿不敢发力 这样的话 中国台北运动员高展宏 高展宏是前男子62公斤级的运动员 在级别调整之后呢 来到61公斤级 19年亚锦赛拿到第八 市锦赛第九 天津世界杯拿到第三名 停举过人最好成绩 158公斤 19年市锦赛上创造的 今天看一下他的开把 能不能成功 进行比赛上创造的 放好 放好 上 放好 上 放好 上 翻阵的时候好像整个腿就不太舒服了 上送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力 由于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 运动员们是最害怕受伤的 因为一旦受伤就很难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 154 举中比赛呢 由于它是分为两个部分 先比抓举后比停举 在过往的比赛当中经常看到 有运动员的抓举比的特别棒 但是停举的时候呢 却出现了很多失误 或者说直接砸锅 针对这种情况呢 在今年的东迅过程当中啊 中国举重队是着力训练体能 花大力气来训练体能 就是为了让运动员 有很好的体能储备 这样的话 在比赛当中 我们有很好的体能储备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让抓举和停举比赛 都达到高水平 这样的体能储备呢 越是到了大赛当中 越能够体现出它的作用 请投持续对准四数洋一 日本的名将 素数洋一呢 其实虽然说它现在的抓举水平 跟它巅峰时期 也就是16年里 奥运会拿到62公斤 62公斤级第四的时候 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当时169 现在呢只能抓135 但是它的停举啊 其实跟巅峰期差的不多啊 巅峰的时候拿到169公斤的重量 现在呢 在19年亚锦赛也举起了164 高斩红应该是直接放弃了第二次试举 看看它的腿部啊 可能出现肌肉发紧 甚至肌肉痙攣的情况 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能不能恢复过来 有没有机会去尝试第三次试举 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孙 一发兵的也在按照计划 主播的加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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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高斩红呢 放弃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试举 这样就很遗憾 它的停举比赛 没有成绩 腿部的这个肌肉竞篮啊 一直没有有效的恢复 接下来上场的是 沙特拉伯运动员萨利姆 萨利姆 萨利姆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能停举最好成绩一百五十六公斤 今天开把就达到一百五十五 翻得非常轻松 好的 成功 这个重量完成的还是很轻松的 抓去比赛当中就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所以今天萨利姆完全是把自己的训练水平给发挥出来了 四处洋衣的特点呢 就是从上翻到稳住杠铃到上送的这个过程啊 速率非常快 有自己的固定节奏 算今天停举啊 想要达到过往 个人最好成一百六十四 看上去已经不可能了 还是要以赛带练啊 逐渐的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出来 接下来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伊格尔孙 第二把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呢 是他过往停举 举起的最大重量 个人最好成绩 对 有力。 下身,下身,下身。 下身,下身,左腳。 下身,上身。 下身的骨。 上身,下身,下身。 站上,站上,站上。 快往上。 同身。 io,上身。 抢。 上宋的过程当中的杠铃带的位置不够 整个杠铃的重心都在前面 156kg 3rd to 10, represent in Kazakhstan, Igor Son 看 Igor Son要不要去调整它的重量 如果不调的话,就是面临着连续试局 这次比赛在后场区跟之前比赛不同 每个运动员在他的后场区的这个举重台 两侧都设立了隔板,这也是防疫的需要 我们正是要通过这种大赛的精力 去提前感受疫情影响之下 举重比赛的各种变化 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这样才能为我们接下来在奥运会比赛当中 有更好的成绩做铺垫 一个尔孙连续试举 155公斤 156kg 第二把就是156kg 这把如果起来的话 那么就将刷新个人平 个人停举最好成绩 这把人停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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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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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把 停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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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确实有一个 手不去身 然后二次推举的这样一个动作 中裁改判 看刚才这把是 接下来上场的是沙塔拉伯运动员萨利姆 萨利姆在第一把试举 已经很接近自己过往最好成绩 第二把直接尝试超个人最好成绩四公斤 好的 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当运动员提升自己个人最好成绩的时候 跟他们最有成就感最开心的时候 可能在训练当中的这个成绩已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了 多次举起 但是在比赛当中举起来跟在训练当中举起来 还是两把事 跟运动员他自信心的提升是不一样的 四水洋衣最后一把160公斤 老将经验很丰富 最后还是调整回来了 虽然今天没有达到个人最好成绩 但是三把停举试举全部成功了 所以今天的表现还是挺满意 Saudi Arabia third attempt we're in a technical hold technical hold please on that last lift a technical hold 众裁再次做出了改判 四处杨一上一把160公斤被判失败 刚才的转步镜头那个机位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一会看看有没有更清楚的画面 是不是手肘有去身的动作 撒尼姆最后一把试举 只加了一公斤啊 看来160已经接近他平常训练的极限能力了 看一下加一公斤之后还能不能再起来 很顽强 非常顽强 刚才那个位置稍微有点靠前 但是还是靠着超强的能力给调整好 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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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再次刷新跟停举最好成绩 停举一件提升了5公斤啊 这一来的话呢场上就只剩下理发宾了 理发兵的开靶 直接要到170 这个开靶就是要冲 伊拉万这个174的世界纪录 没有问题 非常轻松 完成了170 这样第二把 可能就直接会要到175 在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 理发兵就已经举起了175这个重量 但由于当时我们国内比赛 不是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 所以当时那个成绩 没有办法被记录到世界纪录当中 今天理发兵有机会 把这个级别抓停总 三项世界纪录 全部改写为自己的名字 有机会 selber 不需要 最正的 推广 华 对 您 公园 您 我们 我们 你 在这一位 我们 中国 再把一些动作的细节 在自己的脑子当中过一遍 第二把应该是加到 从现场播报的情况来看 第二把应该是加到了176 加到176 这样一样的话 要自我超越的同时 超越 一拉万的174的世界纪录 字幕给出的还是不对的 这是之前女子 19公斤级的三项世界纪录 176公斤 这把如果起来的话 不但超越 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 自己挺起的175 这个个人最好成绩 还能超越一拉万的世界纪录 你去吧 这把我发现这一石油 这把我发现它 两个人在这一石油 你不 swo直 还是越纪录 你不想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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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边 你不想要特别 你不想要特别 我感觉 你不想要特别 你不想要特别 你别东西 小心 差一点 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 如果刚才这把起来的话 李发斌最后一把可能会加个一公斤 来刷新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如果176起来的话 加上他的抓举142 正好是凭了目前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318 起身的时候 杠铃的重心出现了一些偏移 刚才这把试举消耗也挺大 调整好呼吸 稳住 在东西当中呢 我们有很好的体能储备 你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 稍后强教练也在喊 要把自己给调动起来 爆发出来 他看领发斌的最后一举 还是176 要把自己给调动起来 加油 加油 没了 将一来的话呢 李发斌他的停举成绩是170公斤 两次挑战176没有成功 但也没关系 170这个重量呢 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啊 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 当然如果这把能起来的话 对李发斌的信心提升是巨大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男子61公斤级A组的决赛 就为您转过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我们您可以带到困难的 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